咖啡比较真一口就入口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牛还是小刘 或者是小油 你们叫我什么你们开心就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使用的这些随行杯 那我是一个杯子控啊 就是我不管走到哪里 我看到好看的这个玻璃杯陶瓷杯随行杯 看到好看的就忍不住想买 那这些都是以前用过的这些杯子 那这些杯子呢 其实都是以这个咖啡杯为主 从这边到这边分别是用的最久 到用的时间最短 那先看外观 那这8罐杯子 大家觉得几号选手从外观上最好看 那先说用的最久啊 这个是Kip Cup 这个呢是Kip Cup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咖啡师冠军 Sasha Seastick 他的Owner Coffee的联名款 那就是如果要是找代购的话 可能能买得到 那普通款的话呢 你随处可见 我记得这个是2016年 当时我买的大概是花了150块钱左右 那一直用到现在 那这个杯子呢 当时在澳洲啊 你如果去咖啡馆 那基本上看到是人手一个 它有不同的被色 那不同的容量 不同的材质 从6盎司 8盎司 12盎司 16盎司 有不同的大小 那这个呢是12盎司的 那中间呢是一根腰带 那设计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自己拍节目啊 经常会放一个杯子 那这个杯子出镜的时候呢 它是被问到的次数最多的一款 我觉得如果喝咖啡的话呢 它大小刚好 冰拿铁 蒸拿铁 冰煤 热煤都刚刚好 那这个容量呢 是差不多是属于这个星巴克的这个小杯 诶 不对 中杯 不要拿消费者当傻叉的 因为是随行杯啊 所以说它的密封性啊 没有这种保温杯好 那另外呢 这边盖子上面呢 是有一个这个开关的这个小旋钮 那可以转过来盖上口 然后转过去就可以喝 刚买的时候呢 这个是很紧的 用久了之后啊 它就变松了 你看这个 就有点松了这个 而且这个会掉下来 这个呢 我用了五年了 现在是这样子的 感觉伤痕累累啊 那接下来是第二个 这个呢是stoke 这个杯子呢 也是澳洲设计的一款啊 这个杯子的材质它不太一样 这个杯子里边啊 它是有这个陶瓷涂层的 你们可以听声音 那这个当时呢 是买的两百多块钱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 就被它的外观所吸引住了 你看它这个杯子 真的很像17岁那年 我们搬的搬花的身材 流线性的这个身材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简单的设计 盖子上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可以上下推动的这个开关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小凹槽啊 有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 特别是奶咖 奶泡在这里边 它不是特别容易的清洗 那不过这个杯子呢 它拉花很好做 因为它的杯口啊是这种外扩的这种形状 另外呢 盖子这个密封线也还是很不错的 那不过啊 就是有咖啡的时候啊 这个杯子还是不能放到包里边 会渗出来 然后它这个杯底的设计 这个杯子设计很舒服 是这种软的这种硅胶的质感 那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呢 它很舒服的会缓冲一下 那因为呢 是陶瓷加颜色涂层的 所以说呢 它刻了碰了之后 会比较容易掉漆 那我这个杯子 你看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它清洁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那做好的咖啡呢 它的温度保持的也比较好 然后第三和第四个是保温杯 那这两个保温杯 我用的时候呢 用途不太一样 那黑色的这个呢 它是一大粒的 这个布加地厨具的 Bugatti的一款这个B bottle 那这个价格呢 是在350块钱左右 那价格呢 是有点贵啊 那这个保温杯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比别的一些保温杯要小巧的多 那通常保温杯呢 都是里外两层 那但是这个呢 它只有一个金属层 所以说呢 这个体积就非常小 我基本上用它来装冰的咖啡 就是从早上装到晚上 它里面的这个冰块啊 基本上也不怎么化 那下面的这个屏底啊 它写的是12个小时保持热 24小时保持冷 那36个小时呢 它保持冰水 那这个保温杯啊 我就是用久了 我发现啊 它这个如果要是放热水的话 它还是会从盖子里边渗出来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盖子里边 它没有那个密封的塑胶圈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放冰的咖啡了 这个如果出门想带冰咖啡的话 我会带上这个杯子 那另外这边这个保温瓶呢 它是我之前在一个咖啡店里边买的 那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品牌 是kinto 他们是做玻璃器皿 他们做玻璃器皿还挺出名的 保温杯产品呢 其实没有他们自家的这个玻璃器皿出名 单看外观的话 你看它很简单 简简单单的 也很方便携带 冷水热水它都不会漏 但是这个杯子里边 你看它这个盖子里边 它是有一个过滤层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只适合装白开水 如果要是装咖啡或者是茶的话 它里边就洗不到了 里边有茶叶进去也不好洗 也不好清洁出来 如果有咖啡字也不好清洁 所以说这个杯子 我觉得它就适合 就是如果要是去野营或者去爬山 可以用这个壶带点热水 可以充点咖啡之类的 下面这一支呢是叫Cafe Tag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它主要是做 咖啡渣回收利用的一个产品 之前我在咖啡节看到了一个展台 这个杯子它外侧的这个部分 是用咖啡渣合成的材料做成的 这一袋一袋的都是用过的这种咖啡渣 里边所有的那种产品 都是用这种咖啡渣做的 你如果要闻起来的话 它有一点就是木头纤维的这样的味道 我这个是8盎司的大小 它也有别的配色 它这个盖子是一种软的硅胶材质的 然后密封性也很好 不过也是不能装了咖啡 放到包包里边也会渗出来 因为容量比较小 所以说我平时就用它来喝咖啡 另外由于是咖啡渣合成的材料 它的杯子用久了之后 它这个杯身会有一点 类似不是很光滑很干净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这个品牌它是叫Husky 它是2019年的时候 我在韩国的咖啡秀的展会上面看到的一个杯子 这是一个澳洲的设计公司做的一个品牌 BUT Made in China 这个杯子有6盎司8盎司和12盎司三个大小 这个杯子的材质也非常特别 是使用咖啡豆外面的一层羊皮纸 加上一些咖啡渣纸做的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纹理就感觉非常特别 它们提倡循环使用杯子 减少一次性杯子的消耗 所以说才有了这个品牌的诞生 这个杯子我觉得理念非常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使用起来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这个杯子如果要喝咖啡的话 它这个杯盖它里边是有一个凹槽的 喝咖啡的时候咖啡喝完会回流上来一点点 会有一些咖啡的奶泡进去 每次都要洗杯盖子的小槽 另外杯子的一个一个的格子 如果有咖啡自进去的话 它洗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但是为了他们的理念和设计我还是买了 所以说人有的时候买的是一种心情 Sometimes people buy emotion OK接下来的这个是保温杯 这个是Holo的果冻杯 长的是像个小果冻 这个杯子它可以保温 密封线也很好 不过它容量比较小 它装一个小杯的澳白 一个小杯的拿铁刚刚好 里边它有一道线 这个线不要超过 因为这个盖子它螺纹拧上去之后 它就会到这个杯子里边 这个杯子如果装水的话 基本上两口就喝完了 盖子上面有一个小钩子 就是还能提着 不过外边的涂层 它极容易掉色 特别是底部挨着桌面的这几个角 你看我这个其实已经有点变灰了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出门 极容易携带 体积小 密封信号 然后最后是我前段时间去Hotel X 这个酒店展的时候 看到一个意大利的咖啡机品牌 是XLVI的咖啡机的做的一个周边 这盖子是透明的这种 外边有这种小碎花的涂层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 容量也比较大 装一个大杯的拿铁和美式 刚刚好 这个我用的时间还不是很久 所以说你看它还是比较新的 总结一下 如果外出携带的话 我会带保温杯 因为它的密封性和携带性真的非常好 咖啡的随行杯 像这些杯子 我基本上会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面 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下使用 因为密闭性的原因 我不可能出门手里一直攥着这个杯子 所以说如果这些随行杯 它如果也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密封性的话 我想我出门也会带着 丢在包里面 也不怕这个水子漏出来 OK 这就是我使用过的这些咖啡的随行杯 所以说我把分享给大家 那节目的最后 希望大家点个赞 咖啡不叫汁 一口就是魂 我们下期见 Cheers